嗯 我老了 有放進去的手掌 可以 放七口錢下面就好了 不要 你放那邊 放地上就好 我們看要第十四頁 為什麼酒精插在手上就覺得涼快 有沒有經驗 有沒有經驗 有經驗 沒有經驗可以感受一下 沒有經驗可以感受一下 不會一點點就好 這是腳群不要摸太多 一點點就好 不會啦他會 腳群有毒性啦 但是一點點還好 你在幹嘛 你摸一點點 你可以摸一點點看看 你看他現在手放進去 因為我現在手放進去 哈哈哈哈 你摸我 你摸我快 你摸我 有沒有涼涼的 有 你沒有感覺的 來來來來來 沒有 多苦味喔 把他摸上手 有涼涼的感覺 整顆掉了 蓋子 有沒有涼涼的感覺 有沒有涼涼的感覺 因為他比你涼涼 因為他比你涼涼 他比你涼涼 他的鼻涼 鼻涼 我們先看一下 怎麼樣 甲醇不上去之後 很快他不見了 為什麼他不見了 因為我把它擦掉了 如果同樣的 你想像一下 同樣的我們的經驗 你有沒有把水放在手上 跟甲醇放在手上 你覺得哪個會先不見 甲醇 甲醇會先不見對不對 甲醇會被身體吃掉 不是 沒有啦 他吸收很慢 甲醇會先不見 為什麼甲醇會先不見 甲醇會先不見 他蒸發 所以兩個複子還比較好 甲醇比較容易蒸發 水比較容易蒸發 那蒸發的過程當中 會帶走熱還是吸熱 帶走熱 帶走熱跟吸熱是怎樣 會放出熱還是吸熱 放出吸熱 是吸熱 他把熱吸走 他熱吸走他才會從水變成 從液態變成吸蛋 他吸熱 我們想想看 我們剛才加熱的時候 你看 我把水加熱 所以水從液體變氣體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從液體變氣體的過程當中 他是吸收熱量 所以你看甲醇不在手上 跟水不在手上 所以你看 甲醇很快就蒸發了 那吸收我的熱 他吸收他的熱 那水也很快 所以 也會吸收熱 可是水比較慢 水的蒸發是比較慢 所以水的 所以不是一定要到100% 哦 沒有啊 我在地上灑水 就不會蒸發 對 就是水 要不要蒸發 水 要不要蒸發 要不要蒸發 對 可是沒有100% 沒有100% 沒有100% 沒有100%會蒸發 蒸發 蒸發不用在100% 100%是廢的 那為什麼要熟 蛤 為什麼要熟了 熟了 熟了 熟了是通常 因為蛋白質 在100%會產生相變化 它會變成 變成那個 它蛋白質本來是 比較軟 它經過100%會變得比較硬 比較硬的時候它整個顏色會改變 它比較厚一點 它變成白色 像豬肉變白色的 沒有看過 豬肉有看過 它變白色 那已經產生裡面的蛋白質去架起來 變化了 像我們 像天氣在這裡 你遇到沙拉水 沙拉水的鋼 它會把 不用太多啦 等下三顆的 你想什麼 等一下這個水會蒸發 蒸發但是帶有熱 帶有熱 所以比較涼快 為什麼在 天生那個 那邊要灑水 為什麼要灑水 為什麼要灑水 因為會 因為水是冷的 因為水是冷的 因為水在蒸發 會帶有熱 會不會的 會不會沒有錯 但是假設你空氣是夠乾燥的話 風有在說 會不會那麼慢的 有時候去 去高溫公路抽集站的時候 你有看到 那個 旁邊在噴水污有沒有 有看過嗎 水污 噴乾冰 誰要那麼多錢 才會噴乾冰 噴乾冰 噴水污 才噴水污 水污噴出來之後呢 水污瞬間會 帶走大量的熱 然後水 小顆粒它已經就吸熱 它就變氣化了 所以它就帶走 它就變氣化 為什麼氣化 因為它吸熱就氣化了 對 沒有錯 可是它浮出一定要很高溫才會吸熱 沒有沒有 我剛剛講 你看這做到水已經乾了 對啊 它就被木頭吸進去 你知道嗎 我們一般來講水 想說這是水分子的話 水分子在裡面跑來跑去 它就跟水跟水先跑來跑去 可是表面這一層呢 它就是空氣的溫度不然能量給它 不小心這個水的能量是太高了 它就跑出去了 這顆水就跑出去了 這就叫氣化了 那它溫度太高了 不是 它有時候能量會高 剛好高過那個靈界值 這一波水裡面 不是每個水的速度都一樣 有時候它撞來撞去 有時候某些水分子會能量高一點 這時候再加到外面的能量給它之後 剛好夠它可以離開鼻子之內 舒服的時候 它噴出去 噢 就會讓它噴出去了 對 它就氣化了 氣化它就不知道能量 能量到要瞬間加熱 不用瞬間加熱 就表面上接觸就夠了 你看喔 水放在皮膚上 為什麼它會氣化 因為皮膚在給它能量 我皮膚給它能量 如果瞬間表面那一層能量夠 它就離開了 可以這樣想了 在中間的水 是不是旁邊有水 它都會脫離 就是 表面的水是只有下面跟它黏著 所以上面的能量只要高一點 它是很常常就跑出去 很對 很對嘛 跑出去它就氣化了 上面那一層水 為什麼能量高一點 它就會跑出去 因為它只要一點點舒服能力 它只要一點點脫離那個舒服 就會跑出去 它抓住它的水 水跟水之內有液異 可是在最上面那層水 水性一定是來自於吃麵巴巴嗎 它至少少一半可以 它只要只這樣 上面又沒有吸它 如果吸它它容易離開 因為它能量夠了它震動 不是每個分子都在震動 它上面的能量高一點 它震動快一點 就跑出去了 就這樣 就這樣就跑出去了 在跑出去之後呢 跑出去之後它就得到能量 它就變成氣體了 它溫度很低 溫度就是常溫的溫度 它不要到沸騰 好 酒精它在手上會覺得冷 是因為它很快的氣化 它很快從你手上得到能量 對不對 得到能量就要氣化了 你要說什麼 所以冷媒它算是 冷媒是很容易氣化 冷媒是很容易氣化 快 第五氣化 快 快 我覺得我們今天上的上課 我覺得那個沙律 可以用一個 感覺 氣化 對 對 像這個 你看喔 我現在用力一壓 我用力一壓的時候 實際上我再壓入這個 壓入這個水 壓入這個水的時候呢 好 壓入這個水 壓入這個水的時候呢 水噴出去 水噴出去的時候呢 它從這邊高壓到突然低壓 實際上水就會噴散 水就會噴散 所以它中間是有個撞擊 所以高壓過的時候 經過一個撞擊 然後擠出去噴散 可是如果說這是一個 我們用的瓦斯罐的話 你看瓦斯罐本來是一鐵 有拿過瓦斯罐沒有 登山用瓦斯罐 裡面是一鐵嗎 你咬一咬是裡面水水的感覺 可是你壓那個口 噴出來是什麼 變不酸 就變氣化 冷酶 冷酶也是一樣啊 冷酶它從液體變氣體 很容易變氣體 它 蛤 為什麼會氣化 氣化就是 因為它打到液體會 它正常來講 它是它氣化 它正常的狀態是氣化 可是 對 我們把它壓成液態 它是經過壓成液態 像打手機有沒有 像打手機有沒有 你知道腿在裡面裡面 沒有辦法 因為它有壓一壓 它被那個 被那個癢光罐 它也給我有 因為你拿的都沒有在聽課 我有 我有 你有沒有拿 那它剛剛為什麼頂 它剛剛為什麼頂 沒有在聽 沒有在聽 對啊 沒在聽 它就更不能拿 拿了我會聽 鐵罐呢 鐵罐呢 鐵罐把那個瓦斯壓在一起之後 瓦斯的底面的壓就固定那麼高 那麼高之後 它就把液體 把氣體變成液體了 鐵罐斯壓的時候呢 這個液體 回到那個長壓就這樣 它會瞬間變氣化 因為它正常就是要氣化的 噢 它被壓成 變成液態 它被壓成液態 像那個後面那個 熟織機的那個 加州機有沒有 黑色那個 對不對 黑色那個壓過的液體 它就負責 把氣態的冷媒 再壓為液態 對 壓為液態會怎麼樣 會放熱還是吸熱 會放熱 會放熱 非常好放熱 你看喔 我們 所以它會放熱 那個 那個鐵罐會變成冷 在運轉的時候 它把氣體壓回來 氣體壓回來 壓成液體 它會放熱 記不記得 我們剛才打那個 空氣泡的時候 打氣 沒有 打完冒煙 打完冒煙 打完之後 整個完熱 記不記得 我記得 記不記得 要做實驗 好 中午我們再來打打看好不好 好 你把那個 那個 空氣泡的這個管 徐姨應該有經驗吧 我沒有 我沒有特別去碰過 這個 這個管子是打氣的 我們氣體打進去之後 這個管子會變熱 因為你把它壓縮進去 壓縮都會過 壓縮過之後 會放熱出來 這是顛倒的 你看液體 變氣體 會吸熱對不對 那氣體變液體就會 放熱 所以為什麼 灑水灑完了 為什麼多人講 灑水灑完了 都會覺得很悶很不舒服 因為它這個 因為上面的空氣 都是水氣 喔 都是水氣之後 你不容易排汗 我們排汗是什麼 我們如果身體流汗 排汗會怎麼樣 會變涼 會變涼 為什麼會變涼 因為水會帶激熱 喔 水會吸熱才變激 所以它會很熱 你帶有 可是現在周圍都是水氣的時候 你的汗能不能排出去 排不出去 所以可以吃熱 你覺得怎麼樣 會不舒服 好 那空氣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 呃 在空氣壓縮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到吸熱跟放熱反應 那所以說 如果你看那個反應是放熱反應 你會覺得怎麼樣 很酷啊 很熱啊 會覺得很漂亮 而且很炫啊 會覺得很正 會覺得很正 所以你會覺得很冷 誰會吸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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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這邊有一個 冰塊 冰塊在融化過程會吸熱還是放熱 會吸熱喔 冰塊在融化過程會吸熱 會吸熱 所以我們覺得涼快 所以下雪 雪下完之後 下雪之後 你一天就覺得很冷 可是什麼時候覺得特別冷 可是什麼時候覺得特別冷 下完雪 雪在融化的時候 會覺得特別冷 因為雪在融化的時候 它會帶有大量的熱 下雪的時候 雪就在融化了嗎 沒有沒有 下雪的時候會融化 是雪在融化的時候 帶著氣候 溫度的溫度 然後呢 比如說下雨 下雨 你會覺得有時候 覺得特別清新 如果空氣夠乾的話 覺得特別清新 因為水在蒸發以後 會帶著熱 而且如果真的很 一開始真的熱 然後突然下雨 然後沒有帶著溫度 就是超溫的 對 沒有錯 如果在空氣中的水 已經飽和了之後 已經蒸發了一部分 然後空氣變得很飽和 空氣變得很飽和之後 你的碳排不出 已經排出了 才會變得很舒服 所以那是 我們 像最近 最近有一個東西 叫做水冷器 我問你們 水冷器 有聽過的 你這個水冷器 水冷器 水冷器是什麼東西 就是有關水 用水 把空氣加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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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水變得很飽 這是風扇 風扇 它呢 我後面的地方放一個 啟動板 喔 那個 啟動板 就是像熱盤 一片一片的 很像鐵石 不是鐵石 一片一片的鐵板 然後加水 然後水加進去之後 它上面有水 表面就會生水 你看 我空氣温經過的時候 它這個水就會蒸發 水蒸發會怎麼樣 空氣會把水蒸發 吸熱 它就把空氣加濕 熱給吸走了 空氣加濕 它就把空氣加濕 熱給吸走 把水變成水蒸氣 所以最好間不會涼一點點 好 其他這種電風扇 這種水冷器 我手會沒有用 很爛 空氣會熱的時候 好喝 為什麼呢 沒差點的時候 悶的時候 悶的時候 它就沒用 當這個水 空氣已經都是水的時候 空氣水氣很高的時候 你這樣追 它會增發 不會 它也不會增發 不會增發 會增發會降溫 所以很悶的時候 就是很多水氣 對 空氣很悶的時候 就覺得空氣水太多了 會悶的時候 就是水氣太多 湿度很高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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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悶的 因為你保餓的 對 保餓的沒有錯 因為水都已經拿出溫度 對 沒有錯 很簡單 我們做的實驗 假設我先拿個杯子 同學 我拿個保餓品 所以 空氣中的溫度 大概都是這些水 沒有沒有 放著 沒有 可以 空氣中的溫度 放著 空氣中的水決定 再講一遍 就是 室溫通常都是空氣中的水決定 舒服空氣中的水決定 舒服空氣中的水決定 室溫是除非是太陽的照射 可能是很熱氣的移動 對 但是你空氣中的水分或決定 會不會下雨 你會覺得悶悶不舒服 對 會有這些感覺 那是體感 體感 舒適度的問題 你們看現在新聞在西洋報道 好像講說 舒適度有沒有 體感溫度或舒適度有沒有 體感溫度 體感溫度 體感溫度也跟一種有關 因為有什麼風來吹 可是舒適度 舒適度通常就是跟 溫度很差的關係 舒適度 舒適度就是跟乾燥不乾燥的關係 如果你 溫度大概在50到60左右的時候 你會覺得非常舒服 就比較舒服 極長 濕度通常100 在幹嘛 沒有我啊 濕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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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濕度100的話就是你在下雨 你天天下雨 綿綿細雨 在下雨 下雨 濕度在濕度 就是空氣擋到保存 對 擋到保存 那濕度不乾燥 我看 我這邊有一個瓶水 我如果蓋子打開放著 它是慢慢乾掉的 可是我如果把蓋子蓋起來 裡面有一點水 那水會在乾燥 為什麼會在乾燥 為什麼會在乾燥 因為阿拉伊沒有就是 就是 就是 為什麼 但是這樣會 你每次都要這樣 因為 應該這個 嗯 對 沒有 一般 為什麼我怕的咧 為什麼怕的咧 為什麼怕的咧 它其實會跑掉 它其實會跑掉 但是會再回來 會在 就像我水 假設我現在空氣都很悶 我現在收藏的水 水會蒸發 水會蒸發 可是水會再凝結回來 所以持續的覺得 水凝結是放熱吧 水蒸發是吸熱吧 所以你看又吸熱 又放熱 又吸熱又放熱 又吸熱又放熱 你會不會降溫 不會 你不會降溫 那你知道我們身體持續在燃燒 糖類脂肪蛋發白質 是不是持續在燃燒 你有吃飯嘛 那你身體持續在燃燒 那個熱要去哪裡 熱 熱想排到外面去嘛 因為你的體溫是37度 外面的氣溫在幾度 23 23 24 25左右對不對 你應該會降溫嘛 可是當你的汗流不出去 汗沒辦法蒸發的時候 熱排不出去 你事實上整個身體科技整個熱 很溫很熱 你就會舒服 所以它體感溫度 那是舒適度的問題 好 同樣的 假設我現在蓋子蓋起來了 它水不會在蒸發 為什麼會在蒸發 很簡單 上面的空氣已經滿了 上面的空氣已經 溶得水夠多了 所以下面的水吸不去了 它就不會再 那個汗就不會在 它就不會在 它就不會在 它就在這發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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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它真的懂了 來 解釋一下 我懂 我真的懂嗎 解釋一下 空氣中的水滿 你們裡面的濕度達到100% 放著啦 不要什麼樣的東西 不用了 我們等一下解釋別的 來 想一下 你們學過容解度沒有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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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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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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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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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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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5 6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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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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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熱的時候就可以溶到很多水氣 還是要溶到滿才會溫 對 還是要滿才會溫 OK 好 很熱比較不容易溫 很熱比較不容易溫 但是很熱已經不舒服了